这个周末假日是全台免费市级大串联 复理箱复理制作青农团是不缺席 19号下午利用了闲置空间场地举办二手市级断舍离 社区学校甚至家长都摆摊共乡 甚至吸引了很多游客民众到场来寻宝 主办单位复理地方创生工作站表示 免费市级的所得也会捐赠给地方的弱势机构 全国免费二手市级大串联 这个周末遍地开花 副理箱地方创生工作站不缺席 带着游客民众来到涅空间场域耍费寻宝去 涅空间场域进行了二手市级 社区民众家长以及学校摆摊共乡盛举 对旧物以及使用不到的衣物勇敢断舍离 寻找二手物品的第二村 原本想说留给佩佩长大船 然后就想说有这个机会就来 把它一起看有没有可以卖掉的 没有我们是学校老师 我们的堂位在那边 对对对他们在第一个堂位 其实主要是五年级 他们四个学生来 抽抽的是怎么玩 就是他会满一百 然后就是如果你花这边的东西 你消费满一百的话就可以抽一次 五六个小小的二手市级 展示展售的物品种类琳琳满目 不仅彼此相互选购 更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共同来寻宝 玩具 玩具哦 然后来还有吗 没有人 没有了 有找到喜欢的玩具吗 目前为止还没 漂亮的衣服 还有吗 就这样子 今天来帮这个是谁带你来 是爸爸妈妈 我们有在学校卖 然后就想说有这个活动就有来参加 所以其实不用很多时间 你会不会想如果那么辛苦 全球还要捐 会不会不想捐 还好 就是帮助大家 聂共用办公室 今年九月正式启用以来的第一场地方性活动 副理地方创生工作站活动企划 林佩怡说 这场免费市集所得也将捐赠给地方弱势团体机构之外 也希望有更多人认识也善加利用捏空间场域 去响应这个概念 就是二手务应该要回归他的 想要需要人的需求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想要办一个 也是比较在地 因为之前办的开幕 其实是比较for外面的人来认识这个空间 其实在地的朋友如果对这空间以后想要租借使用 其实都可以 副理地方创生工作站以内共用办公室的空间场域 以培育更多在地人才为目标 明年度规划办理各类专材人员组成 以艺术、音乐、行销等方式 共同发展副理的创生事业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导